恭喜恭喜 元旦日娛樂圈第一單起事 就是一直傳婚信的馬國明和湯樂文 終於在2023年1月1日 分別在社交平台上載定情馬仔宣布定婚起信 想中所見獨角獸的頭上 還套了一隻大大粒的求婚戒指 真是好閃 成為準馬太太的靚湯跟我們表示 很開心可以分享這個消息給大家 希望2023大家越來越好 他說跟馬明都很開心和感動 定婚都不是這幾天發生的事 他還說其實很多事情都未定 所以都是宣布了 其他內容細節他們就不說了 因為想留一點秘密留念 總之過程是很開心和感動 而馬明就只是簡單回覆兩句 他說定了婚了,謝謝大家關心 至於求婚過程就是秘密 馬明和靚湯2020年6月公開戀情 拍拖兩年多,一直表現恩愛 近不時傳出好事近的消息 去年馬明已經放風 說有計劃今年迎娶靚湯 11月時,兩人的愛潮 更因為半屋公司擺上社交網站而曝光 直至11月19日 兩人高調以黑白配情侶裝 十指僅構搭上萬千聲輝賀台慶的雄地毯 不少網民已猜測兩人好事近 是否好事近那些有嗎 我覺得現在疫情減退可以想想 都有談過這件事? 都有的 但我們如果真的有甚麼確切的答案 我們才會說 因為這些始終你是大事 不想說少少覺得是這樣就說了 問題是要計劃從長計議 結婚也有很多種 你去完旅行會不會想運旅行結婚? 如果在現在可通關的情況下 都會想去外國搞的 如果是可以的話 當去旅行一家人 真的在計劃明年結婚 都真的在看 但每一天就暫時還沒決定 有甚麼季節? 譬如不要那麼熱那麼辛苦 我自己就當然最好不要那麼熱 我自己因為我很大汗 所以最好不要那麼熱 或者去一些涼一點的地方 我們有機會兩天結婚 可能去一些涼一點的地方就好一點 都是 而且可以在當地又拍照 你拍照 如果整個漢 你拍都拍得不漂亮 希望你們在這個過程都可以 順順利利 不要吵架我記得在這些情況 我不會